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能琢磨出省钱的办法 十几万到上百万的车 气囊能少就少 BBA都变着方儿减气囊 布装胎压签测 减配是入门省钱法 想知道合资车 进口车 哪种减配更厉害 关注市值车学院微信 搜索减配有答案 更高级的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偷工减料 材料能少用 绝不给你夹 我就见过车门上的卡扣不喷漆的 醉点钱都省 还有 能用一道工序完成的绝不用两道 你们观察一下 以前的地毯颜色一般和内饰一致 现在基本统一成百大的黑色 这也能省钱 因为地毯也要做测试 同一车型都用黑色的话 只做一组试验就行了 最后一招更好理解 能用便宜的绝不用贵的 最常见的就是所谓真皮座椅 只要不违法 客户不投诉 大部分车骑都会尽量减少真皮 用皮革代替 这些喷漆皮革呀 一辆车上省不了多少钱 可如果这车销量百万 省成本的人可就立宗了 车骑想再省钱 要么整成部门 残缘 要么就是眼下流行的 搭 过日子 组分车 三代车一起卖能理解 不在安全庇质上动脑筋就行了 车骑最爱在哪些地方省钱减配 车学院做了总结 不妨关注一下 您家的车上有哪些地方不太厚道 留言告诉大家吧